明哥聊太集 今天我们的视频有十几天没有拍这个视频 原来我的嗓子有点疼 这个也不是新冠就是感冒了 本来不打算中断了 结果是福布双降祸不担心 我的爱人小腿在卫生间摔骨折了 骨折了到医院里治了十几天 今天稍微有一点好转 那么很多粉丝要求看这个视频 为了答谢大家 今天呢看播出一集来 那么首先呢 我们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 感谢各位支持 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关注 那么今天呢 我们聊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练到东西 明哥聊太集我们说谈时不谈虚不谈理论 我们只谈实际 谈什么实际呢 明哥聊的东西都是明哥练到的东西 不聊那些从理论的没有练到的东西 今天我练到了什么 我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我们说太极修的是什么呢 修的是心 这个修心这个问题在我们明哥聊太集的前边的视频里边呢 已经也多次提到过 太极修的是心 那么怎么来修心呢 那么这个心是修的是没有止尽的 没有止尽的 原来我说过这样的话 每当我受到一个挫折 或者是受到遇到一个坎坷的时候 我的心气 我的高傲的心 骄傲的心就往下 下一点 那么今天呢 这个通过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呢 本来呢 我是感觉到 我想把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拳的体会 跟大家说一说 使大家的太极拳进步的更快 那么还有一点这个像有一种做一某一种事业的那种感觉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 这个我爱人的腿这个摔坏了以后呢 这个心呢 一落千丈 感觉到哎呀 没有干事业的心了 这时候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什么呢 比以前呢 更美的 这个 这个心气啊 这个骄傲的心气 又比以前更下一节 那也就是说 太极说 心平气和 修心 这个修什么心呢 心要修平 心平 那么 心 为什么它本来不是平的呢 就是原来 我还有一种想干事业 想把这个五十多年太极拳的体会跟大家说 感觉到这件事情很有意义 这个事情一出呢 觉得哎呀 这件事情也干不成了 就是一种 萌染的一种 感觉到这个心 比过去更平了 更平了 更平了 那么 只有心平 气才能和 气才能和 我们说 心平 是一个原因 气和 是一个结果 只有心平了 才能气和 那么 我们的心 如果不行 我们忽然 我们要 高傲的心起来了 我 我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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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时候呢 你的心气就上下起伏 那么 气就不和了 那么 心情啊 那么 气就和了 那么 我们先来聊 这个心情 首先说 这个心 我们太极 修这个心 修要心的 平静 那么 我刚才讲 民歌练到的东西 我们聊的是 民歌练到的东西 我今天感觉到呢 比以前的心 更平了 觉得 把五十多年 太极拳的体会上 大家介绍 这个事业心 也没有了 那就更平了 那么 那么心平除了这个方面 还有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在练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心平了 我们的动作才能平 比如说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动作是平稳的动作 平稳的动作 我们不是到这里 我们的心气高了 到这里 我们的心气平了 不是的 而是一直都是平的 都是平稳的 都是平稳的 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比如说 哎呀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呢 没有怎么样 什么都没有 这才能平 这时候呢 就达到了气和的目的 达到了气和的目的 这时候呢 气才能和 才能顺 气才能顺 也就是才能自然 才能自然 那么这个呢 太极修心养性 说我们太极拳呀 说我怎么样发力 怎么样 怎么样 增强好胜 我怎么比别人厉害 这个心 修完了 那么你的心就修到头了吗 不是的 所以太极的修炼 是没有止境的 那么今天讲的修心 也是没有止境的 没有止境 我现在 我现在 由于我五十多年 练太极拳的这个修心的体会呢 那么 现在 我是不是已经 心已经修的 已经到了呢 到头了呢 不是的 也许我到生命的最后的关头的时候 有可能我的心比现在更要平静 更要平静 更要平静 当然我没有到那里 那么到那个地步 那么现在呢 只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那么 这是五十多年 长期的练习当中 我的一个体会 也就是 大家一定要把太极拳 修炼太极拳 要把它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 正确的位置上 正确的位置上 这就是我的一个体会 跟大家聊这个 心平起合 那么心平了呢 你的动作也平了 你动作不是 我的心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动作上来了 上来了 心就上来了 不是的 心仍然在下面 心仍然在下面 那么 心仍然在下面的时候呢 那个气就合顺 气就没有忽高忽低 动作也没有忽高忽低 那么 这个就是心平起合 修心养性 那么 这个呢 是明哥 修道的东西 跟大家聊这个东西 聊这个东西 所以修炼太极拳 绝不是 绝不是像 有些人所说的 我要去 练成什么 功夫要练什么 有这种思想 你的心就更不疲劳 但那这个程度 我已经过来了 那么 通过这几天的事呢 我的心更为平静了 连 连这个太极拳 五十多年的体 五十多年 练太极拳的体会 跟大家说的这种 事业心 我也没有了 这就是我修炼到的东西 跟大家说 大家对大家是一个启发 大家在练太极拳的时候呢 也要把心放平 那么有朋友 在留言中 曾经和我说 就是说 你聊太极拳 都是泛泛的聊的 不是具体的聊的 其实我说的很具体 这个心 就是这样慢慢的修的 慢慢的修的 那么 这个具体的 你遇到某一件事 我在没有退休之前 那么就是 每一件事情遇到以后 我就 心就平静一截 每遇到一件事 就平静一截 过几年 平静一截 过几年 向下平静一截 这几天的事情 我的心又平静一截 我把我修到的东西 跟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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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是我们今天的 这个练太极拳 所讲的 这个心平气和的体会 那么 气怎么才能和呢 不是练的 不是练的 而是你修心 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结果 好 那么关于今天呢 所谓讲 太极的修心养性 那么 没有此境 没有尽头 这个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转发 点赞 收藏 关注 收看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